凯米台风肆虐张化靠海乡镇大淹水 淹水高度达到膝盖 甚至一度达到腰部 停放在路边的车辆已经超过半个轮胎高 道路变成河流 住家变成泳池 民众根本无法出门上班 灾情平传 但25号张化县府却宣布 26号正常上班上课 县长王怀美的脸书贴出这篇 上有零星路段仍积水 上班行车请注意安全的贴文 被网友灌报 留言将近八千则 有人说这种雨要怎么上班 送小孩上课 还有人嘲讽船班时刻表 王怀美被问到上班课 决定引发民怨时 低调回应这十个字 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隔天好几处淹水未退 王怀美又在脸书po出 申请风灾减免税金 和清销防疫的贴文 有网友气道化了这四格漫画的梗图 代表县民家中淹大水 伸手向县长求救 但县长却急掌鼓励 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最后县民咕噜咕噜咕噜灭顶顶了 批评县府决策错误 有人说他家都淹到能捕鱼了 还有人拿王怀美之前 骑水上脚踏车的照片嘲讽 真的很气愤 外面正在淹水 外面正在下大雨 我家正在漏水当中 很符合我们小老百姓的心情 你决定要上班就有风很大 你决定不上班没风雨 就蛮有才的啦 隔天确实是风雨是没那么严重 那有几个村里 他因为积水的问题 确实也导致他们比较不方便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会再来做虚心的检讨 王怀美表示 25号晚上他打了多通电话 跟中部各首长商讨 考量张化丰与卫达停班停课标准 加上考量希望让民众 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公务员正常上班 像是清洁队才能静速处理 垃圾等轻运 才会做出正常上班上课的决定 目前以协助灾民重建和灾损为重点 对于县民的批评和意见 他会再做检讨 东森新闻陈勇一张九汉在张化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协达停班